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你在非常费力又能学懂的时候 你的水平提高的最快 因为的话呢 这时候你的接受的东西最多 你学不懂你接受不了 你学有余力的时候呢 你还能接受的多 结果你接受的少了 头条的粉丝们好 我是拼娃的作者张杰 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孩子教育的问题 很多人关心啊 这个奥数的学习和提高数学成绩的关系 我们的数学成绩 和奥数到底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很多人问 我们在那个课堂里头 你的那个数学的学习是否够了 尤其在说呢 我们的孩子在课堂里头 你的数学学习是否够了 那么我们可以讲 我们现在的现行教育啊 小学的数学还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一般老师的教育啊 现在从公立教育学校来讲呢 它是一个要脱底的 它是个普及教育的问题 它的普及教育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要让所有人都学得会的教育 那么老师讲课他会照顾谁呢 他会照顾一般来说 班里头后三分之一的孩子 能听懂为最主要的目的 而我们的小学呢 他数学又要有个要求是什么呢 是基本呢 他说他不是一个选拔性的教育 也就是说他不面向说的话呢 我考试升学 它实际上是个达标性的教育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 大家去学了这个小学 学了一年级达到一年级的标准 学了二年级达到二年级的标准 那么也就是说我所有人都要达标 所以你的孩子在小学里呢 基本上处于一个数学教育 处于什么水平呢 学有余力 学无余力的是极少数 那你真要极少数 你学的吃力的 某种人家讲你也该给他补课去 对吧 那么你学有余力的状态下 那么你富裕的力啊 它是很浪费的 就是对于孩子学习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追求的是高效率 而不是耗时间 很多时候你觉得孩子是负担 为什么说就是负担 因为他这个学习中 让孩子多了好多好多的时间 就是他这个负担 你实际上要提高他效率 提高的效率怎么办呢 他要提高他的强度 就是我要让他的数学学习 在小学的时候变成什么呢 你最好不要学有余力 你要学的是什么呢 非常费力 但是你能学懂 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你在非常费力又能学懂的时候 你的水平提高的最快 因为的话呢 这时候你的接受的东西最多 你学不懂 你接受不了 你学有余力的时候呢 你还能接受的多 结果你接受的少了 那么对于这种学有余力的孩子 那么我们让他多学 让这个的在小学阶段啊 是特别多的学有余力的 到中学阶段就少了多了 为什么少了多了呢 中考高考它是选拔性考试 它不是让你所有人都要得一百分的 小学是什么 要达标 所以大概所有人都让你学会 那么大部分孩子的话呢 不是一百分也接近一百分 你到了中考的时候 那么只有最好的孩子能学一百分 那么其实你要记着 就从选拔性考试 到普及性教育和选拔性教育 中间是有差距的 这个差距的话呢 如果你给孩子早做准备 在他学有余力的时候 他就多做了一些准备 多学了一些东西 那么他在面对选拔性考试的时候 他就具备天然的优势 这种选拔性考试 不光是数学竞赛啊 对吧 中考高考也是 当然你更高的选拔可能就面临各种竞赛了 那么你的孩子有余力 你一直往前学 面对各种竞赛 能学更多东西 学更深度的东西 对他将来的人生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开卷有余力 你能多学 尤其在年少的时候能多学 不会有坏处的 你学了的每一个知识 对你将来 可能这个知识呢 它并不直接去给你发生作用 但它间接的话 在学的过程中啊 第一个给你孩子的是什么 很多大家都没有想 你看我的知识用不着 那我跟别人讲 我说你的孩子学的时候 都是很吃力的在学 和你天天玩 不学的时候在学 最首先的差别 它养成了这孩子学习的习惯 它知道怎么去学 你只有在很费劲的时候 你要浑身努力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我要想学 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怎么去使这个劲 我这劲怎么拿捏 对吧 这个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你这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这个如果拿捏了好 当好学生的感觉就来了 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差距啊 第一条就是什么 你怎么去拿捏这个学习的力道 你知道这事该怎么去学 你看真正的话呢 一个人呢 他真正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 在他一生当中啊 用到的很少 基本上是什么呢 活到老学到老 现学现用 是主要的 但是你学习的能力比别人强 那么你就比别人跑得快 这个的话 我们讲素质教育 学习能力强 怎么着得叫素质 不叫应试 因为你能又快速的去学习 面对很难的 压力很大的去学习 短时间大量的去学习 像这个奥数也好 或者其他的课外好 他提供了一种方式 让你孩子知道 你这个学习呢 还要有 还要让我去使 使足了劲 否则小时候就是什么 哎 觉得我不使劲 我也能学的好 到后来就发现 哎呀 我使劲我也学不好 为啥 你小时候没学会 怎么使劲 没学会 怎么使劲学习 所以奥数实际上 它带来了什么呢 对于孩子第一步 带来了什么 你从小就有一种体验 你要学好一个东西 你要花多大力气 实际上这个 对于小学生的孩子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训练的 他没这个感觉 他的那个感觉的话呢 他其他的科呢 你可能英语也有相对 相类似的效应 但英语呢 更多是要背 他觉得哎 这个事 我将会背背就行了 但是奥数这种学习啊 它不光是背 它光背 它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你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学习 很多人说 那奥数是有天分 那么天分的差别 实际上学习方法 学习能力的差别 比你天分的差别 造成影响大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学习的方法好 开始比它快一点 这个是指数型的差别 你那个开始的那个底子好 那就是你开始的那个初始量的差别 这中间的差别呢 那个很多的家长 他对于这种孩子的学习能力的培养 重视的非常不够 而你这个学习能力的培养 不管是你学奥数 还是学什么 都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一生从事了很多行业 但是从事行业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什么呢 我小时候学奥数 到现在的很大收入 我对于什么样的考试 我都会觉得我能考过它 对吧 我原来是学那个物理的 后来的话呢 我到那个律师的考试的时候 我没学过法律 但是我就觉得我能考过它 但是后来呢 做证券考那个证券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那个我自己的话呢 觉得我学的那个原来这个了解的多 看看书 自己能准备准备 一次就过 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你从小对于你这个学习能力的感觉 因为那时候都是面临了一个挑战的去学习 带来的这个影响啊 是一生有益的 所以对于孩子 你怎么去培养他 那么这么样子培养了以后 他的一生都是有益的 谢谢大家 今天就给分享到这儿 请各位朋友关注我的头条号 谁是谁非 任凭说 再见